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29课 这就是Lesson 29 The Hovercraft 气垫船 这是一个有关科普英语的一篇文章 打开书 172页 来看一下这颗书的生词和短语 这颗书单词比较少 172页 动作快些 Read after me 跟我念 Hovercraft Hovercraft Norfolk Bras Norfolk Bras Cushion Cushion Rang Rang Solent Solent Sensation Sensation Norfolk Bras D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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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tation Plantation Hovertrain Hovertrain 这个诗书生词不多 咱们像往常一样 先来看一看其中的一些重点词汇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咱们就先看一看软垫 靠垫 或者比较类似于垫子这个东西 或者表示缓冲 对于不好事物的一个缓冲 那么都是同一个词 大声再大一遍 Cushion Cushion 意思很多 我们分别来看一看 第一个 它的本意就表示软垫或靠垫 表示 A cloth bag Feed with some soft material that you put on a chair or the floor to make it more comfortable 就是一个布袋子 里面装上了一些柔软的物质 你把它放在一个椅子上 或者地板之上 让它看 让它更舒服一些 那就软垫或者靠垫 就是Cushion 那么比如说 A velvet cushion 一个天鹅绒的靠垫 这个Velvet在三册第六课 杂橱窗抢劫 讲过 叫天鹅绒 还有像 A cushion cover 一个靠垫的 一个外边的套 就是在 靠垫的 跟枕套一样 外边这个套子 总之 第一个叫软垫或者靠垫 但是这个词 做派生意 比本意还要常见 比如说 第二个意思 就是本文中的意思 它表示 电状物 就是Liver something between two surfaces that keeps them apart 就是一层这个东西 放在两个表面之间的一层东西 来让两个表面把它分开 就类似于电的 这个东西 电状物 像本文中 就用在这么一个含义 比如说 A hovercraft Rise on the cushion of air 一个气垫船 那么在一个空气垫上面 来行驶 它上面有个空气的 一个垫子把气垫船跟水面分开了 就类似于垫子的什么东西 叫电状物 就cushion 有的时候阅读真题中 会出现另外一个派生意 什么意思呢 Something that protects you against something unpleasant that might happen 就这样一个东西 可以保护你 来对抗一个不愉快的东西 一个可能会发生的不愉快的东西 就缓冲 不至于突然间 不愉快的事物来临时 这个猝不激防 叫以对抗可能会发生的不愉快的东西的一个缓冲 叫cushion 尤其是多存点钱 这种感觉 我们看一次 当然搭配呢 先看一看 cushion 慢慢跟against搭配 就表示这个含义的时候 就对抗什么什么的一个缓冲 比如说 his savings were a comfortable cushion against financial problems 这个男的存了一些钱 他的存款 是对抗金融问题的一个令人舒适的一个缓冲 如果别人突然间金融出问题 没钱了 下岗了 失业了 可能马上没饭吃 那有存款 至少能够缓冲一下 所以对抗不良事物 可能会发生的不好的事的一个缓冲 也叫cushion 就好像我们往凳上一坐 如果没有垫子 突然间割一下 有垫子的缓冲一下 就不那么疼了 这个派生意叫cushion 这是常见的三个意思 还有一个术语 这一般在打台球的人 经常说 弹了一裤两裤 那个裤也指的是cush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the soft rubber edge of the table use for playing billiard or snooker 就是在玩弹球 玩这个台球了 应该说 并不是弹球 台球或者斯诺克 它这个台子边上 这个弹性的趁理 球撞到什么 能弹回来 也是像垫子一样的东西 Rubber edge 就是橡胶做成的边 他们为了billiar 就普通的台球 snooker 就是snooker 也是台球的一种 弹性趁理 打了一裤两裤 这个叫做cushion 这个词是多一词 回顾一下 它常见的几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本身表示软垫或者靠垫 然后表示垫状物 类似于电子的把两个平面分开的东西 第三一个 对抗可能发生的不好的事情 一个缓冲 最后一个 台球的弹性趁理 台球桌上 这个酷 用它 好 第一个单词 葛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轰动 或者表示身体上的感觉 尤其指触觉 我们大声读一遍 sensation sensation 它的更常见的意思 就是表示本文中的含义叫轰动 什么叫轰动呢 代表是state of great surprise excitement interest etc. among many people 在很多人之间产生的这种巨大的惊讶 兴奋 或者兴趣 很多人 哎呦 怎么会这样 大家议论纷纷的很感兴趣 或者很兴奋的状态 叫轰动 轰动效应 叫sensation 这得既搭配 动词搭配有很多 咱们集最常见的就是cause cause sensation 才能猜到就引起了轰动 对吧 你比如说 news of his arrest caused caused a sensation 他被捕的这个新闻 引起了轰动 说这个人的高官呢 被逮起来了 引起了轰动 可以这么说 本文中呢 也是用于这个固定搭配 你看本文中 就在咱们172页课文的第12行 172页第12行 他这么说 The first test on the Solent in 1959 caused a sensation 就是在苏伦特河上 1959年的首次测试 对这个气量纯的测试 引起了轰动 就cause a sensation 把这搭配记住 这个词基本 第一个含义就会用了 那么还有第二个意思 表示人的感觉 什么意思呢 a feeling that you get from one of your five senses especially the sense of touch 就是你的五个感知 而得到的这个感觉 什么味觉呀 触觉呀 视觉呀 是什么这个 这个嗅觉呀 听觉呀 五个人得到的这个感受 尤其表示触觉 这叫sensation 感觉 这不是轰动了 是人的感觉 那么我们看一些 简单例子 比如说 One sign of a heart attack is a tinkling sensation in the left arm 那么a heart attack 咱们以前见过 就是心脏病发作 心脏病发作的一个症状 是什么呢 在左臂里产生刺痛的感觉 好像用针扎了一下一样 左臂里面产生 tinkling 叫刺痛 刺痛的感觉 这是人的感觉 再比如说 在未来的 第41课 未来会讲 也会出现 240页到27到28行 240页 27到28行 就是训大象 这个树 this is supposed to induce plurable sensations in the elephants and its effects are reinforced by the use of endearing epithets 这个是被认为 能够引起 大象的愉快的 愉悦的感觉 感受 这个sensation 就是大象的感觉 感受了 并且 这个效果 是被这个东西所强化 为什么呢 就是被那些 比较亲密的 亲爱的那种外号称呼 所强化 就亲密的称呼 大象为哥哥 什么爸爸 什么儿子 通过这个外号 来进一步 把这效果来强化 人的感觉 甚至动物的感知 感觉 叫sensation 眉目鼻口耳 什么 触觉 味觉 听觉 嗅觉 视觉 获得的感觉 更多的是触觉 这是sensation 两个含义 第一个表示轰动 第二个表示人的感觉 它的形容词 也是考试高频词 就轰动性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sensational sensational 特别好记 al形容词字 轰动性的 当然形容词来用 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a sensational discovery 一个轰动性的发现 大家都嚷嚷嚷嚷 哎呀 这个不得了 轰动性的发现 再比如说 the affair was the most sensational political sex scandal of the century 这个affair 就风流运势了 是这个世纪里边 那么最轰动性的 政治上的性丑闻了 像什么 莱文斯基 跟当时的美国总统 克林顿之间的 这个丑闻 可可能是非常 最轰动性的 一个政治上的性丑闻了 affair就叫 陶色新闻 这个sensational 叫轰动性的 这个词 咱们看一看 是有原因的 这个词有自根 这个sens 或有的时候 是sent 它一般都是表示 to feel 跟感觉 一般是相关的 你像sensation sensational 轰动和轰动性的 以及人的感觉 sensation 都是由sens开始 跟感觉相关 多看几个 你像sense 这个简单的名词 意思很多 可以表人的感觉 感知 或者表示事物的意义 都是来自于感觉感受 对吧 它本身本意就是感觉的意思 叫sense 名词 还有像sensitive 大家很熟悉的词 叫敏感的 当然有个感觉相关 有个sens在里边 在里边 对吧 还有像sensivo sensivo这个词 叫肉体上的 或者指人很性感的 一般指女孩子 什么这边 这个曲线玲珑的 很性感的 它是跟人的感觉 感受相关 sens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ens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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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言都会听到 都可以 指人的肉体上的 或者尤其指那些什么 女性 很性感的 什么跳舞的 那些什么演艺圈的 很性感 可以用它 还有人的情绪或感情 尤其是敏感的 比较懦弱的这种感情 叫做 大声那边 sentiment sentiment 人的感情 s-e-n-t 这里是跟感情相关 它的同根的名词 叫多愁上感 就贬义死的味道了 就过分的 容易哭 容易感动 多愁上感 大声来读一下 sentimentality sentimentality 多愁上感 也是跟感情 感觉相关 再比如说 assent s-e-n-t 还是感觉 这个字母a 或者as 可以做这个事 去感受一下 去感受到别人的心情 我的心情跟你一样了 同意 赞成你 做名词 动词 都一样 大声录下 assent assent 它有一个同一词 意思跟它一样 也是做动词 名词 都可以表示 同意或赞成 在大声里面 consent 那么当然 C1表示 一起 我们一起来感觉 我的感觉 跟您都一样了 我们一起有这种感觉 是不是同意或赞成 我们感觉一样 叫做consent 同样的 它的另外一个同个的名词 叫共识 这一定是名词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onsensus 有共同的感觉 这一定是名词 叫共识 就共识 还有 叫descent 做名词 叫意义 或者反对 做动词 就是持意义 或者不同意 对方观点 assent 是跟感受 feu相关 ds 表示消散开 原来有这个感觉 但我感觉没有了 我的感觉 消散开了 跟你感受不一样了 就持意义 不同意 或者直接 做名词 就是意义 或对什么什么的反对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descent descent 你有这个感觉 但我的感觉会消散 我的意见跟你不一样 ds表示从中间四面大方消散开了 没了 还有像rescent 注意这是s发z这声音 re表示back 我的感觉回来了 我的感觉并不在你那里 我回来了 跟你感觉完全不同 憎恨 厌恨 厌恶 讨厌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rescent re可以表示back 我的感觉一到你那里 就回来了 跟你感觉完全相反 憎恨 厌恶 还有像rescentment 是它名词形式 就名词的 憎恨 怨恨 再读一下 rescentment rescentment 好 还有像更难的词汇 叫presentment 叫预感 尤其表示不好的预感 或者凶兆 很不吉利的兆头 pere表示提前 sint 是感觉 提前有这种感觉 叫做预兆预感 尤其表示不好的预感 咱们就凶兆 也行 大声来读一下 presentment presentment 这个词 把同根字记住 这时候记单词笑着就更高了 这个单词 看到这里 最后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种植园 或大型的农场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plantation plantation 注意两个发音 如果在美国 第一个字没发 a 叫plantation 在英联邦国家 第一个字没发 a 叫plantation plantation 都能听到 分别读一下 先读英式发音 plantation plantation 这个声音在里面 plantation 再读美式发音 plantation plantation 就字母 a 把a 把a 都会听到 种植园 或者农场 干嘛用的呢 咱们看英文解释 a large area of land in a hot country where crops crops such as tea cotton and sugar are grown 就是一个很大面积 一块土地 在一个热带国家的 大面积的土地 在这里面 庄稼 诸如像茶叶呀 棉花呀 或者糖呀 能够种植 在这热带国家的 种植园 或大规模的 这个农场 叫做plantation 这个比较好奇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a banana plantation 一个香蕉的种植园 专门种香蕉 香蕉一般产与热带 还有呢 像plantation workers 在种植园农场工作的工人 plantation owners 种植园主 等等等等 都可以用它 这是plantation 这个词为什么看一看 它也是有自根的 这个plant 本身就表示to plant 去种植 或者相对植物plant 它本身做名词就是个 本自根就是个名词 种植 或者指这个植物都行 你像plantation 种植园 农场是种植植物的地方 叫plantation 这个最好理解了 再比如指这个plant 这词本身 它做名词就是植物 还可以表示某一个工厂 也是plant 还可以表示工厂里的设备 都行 做动词 第一个就表示种植 叫plant a tree 种下一棵树 当然我们在21克 西部片里面讲过 还可以表示栽赃 It was planted on me 别人栽赃到 我身上的 It was planted on me Plant something on somebody 把某个违法犯罪东西 放到别人包里 放到别人口袋里 叫It was planted on me 那么讲过 栽赃也可用它 懂之跟种植 跟植物相关 还有你像 implant 叫做灌输某个思想 就种到里边了 I am 不是进去吗 种在里边了 在大脑里种了一棵树 就灌输思想 或者在身体某个部位植入 植入一个电极 植入一个什么东西 在身体内部植入 就种进去了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Implant 同样的 在英国人读的implant 美国人都说implant 还是口型变大 一样的 刚才这个词 英国人读的plant 美国人都说plant 还是啊 给的啊 都一样 这好几 灌输种进去吗 或者身体植入某个东西吗 对吧 它的名词形式 就是思想的灌输 或者医学上表示 某个东西的植入 就是这个名词形式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implantation implantation 不就种植园 前面叫I am 不就好了吗 对吧 就种进去 还有像planet 表示小植物 或者植物的幼苗 这个plant 还是植物 let 可以表示小的 小的 刚好小植物 或者植物幼苗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planet planet 好 下面再看一个同根字 还有一个词叫移植 这更好记了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transplant transplant 当然同样的英文人读着transplant 美国人把up and add to transplant 这个字头咱们见过多次了 t-r-a-n-s 这表示across 穿过去 从这边到那边 咱们说过这trans 特别像中文穿那个字 从这边到这边了 这边的种到这边来了 这不移植吗 移植植物或者移植器官都能用它 做名词也是器官的移植 对植物的移植都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同根字 叫植物或者器官可移植的 加上ABL语可以怎么样的呗 大声读一下 transplantable transplantable 叫可移植的就好了 好 这是我们29课生词和短语 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谢谢大家